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10月22日 傍晚的5点52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的最新现状 我现在广州大名鼎鼎的珠江新城了 可以看到眼前都是高楼大厦 特别的繁华 这座东塔 西塔 前方这座就是广州曾经的第一高楼 中性广场 这里是广东博物馆 这里是广州图书馆 这里是广州大剧院 在后面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广州塔小蛮腰了 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拍照 看到没有 都在拍照 现在可以看到这广场上的人 没多少吧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还在上班 要不就是上学 都没有时间出来旅游啊 也只有一些退休的大妈大叔 还有时间出来旅游 不过我觉得 如果最近打算来广州旅游的话 可以来了 因为现在广州的温度啊 十分的舒适 等到夜幕见临 广州的温度就会见到23度左右 这个温度是十分凉爽的 不过在中午的时候啊 会有点炎热吧 会也还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景色十分的漂亮 还有如果想进去参观这个广东博物馆的话 要提前预约吧 据说比较难约 现在还好了 现在不是这个节假意 如果是节假意的话 这个博物馆啊 要提早预约 要不会跑空的 我记得在以前的话是不用预约的 直接拿身份证到门口去拿这个票就行了 前方就是一个旅游团 这个是导游吧 这个地方算是很多旅游团 来到广州旅游必到的一个地方 不过跟朋友来这里的话 也只是来这里看看 拍拍照就走了 想登塔的话 应该不可能 来广州不登塔 算是白来啊 因为广州塔是广州的地标 但是登塔这个票价有点贵 一个人要几百块 无论怎样吧 来广州旅游都要登一次塔吧 安德来一次广州 在之前的话 那这一带啊都是比较落后的到处都是农田 不过转机在90年代吧 从那时候这里就慢慢在建设了很多一些高楼大厦就拔地而起 一时间就成为了广州最发达的区域了 从广州最重的地方成为了广州最发达的地方 仅仅用了30年吧 还有在前方那里 有一个下层式的广场 里面的话可以上厕所 可以吃饭 如果来广州旅游 在逛驻象星辰的时候 肚子饿了 或者是想上厕所 可以到消防区逛逛 不过这里面吃饭的话有点小贵吧 因为这里怎么说都是广州的驻象星辰 是广州最发达的区域 这个物价肯定是先最贵一点的 说实话 这个街景 我都不怎么喜欢逛 我也没有想到 因为这个街景看多了 也就这样 没有半点的特色 因为这些高楼大厦的话 在全国生计全世界都一样 都是一些钢铁森林 哇 这个着装挺美的 看到没有 前方就是一个地下的山城 叫做花城会 还有这个驻象星辰啊 挺大的吧 从刚才那个位置一直到前方那里 那两座蓝色顶的房子那里 那里的话就是广州的提西路 还有这里有一个音乐喷泉 这里有表演的时间 我觉得挺漂亮的吧 我觉得挺漂亮的吧 的话我看过一次 这些音乐喷泉 搭配着附近的高楼大厦 以及这个广州塔 整个夜景啊 真是美轮美晃 哇 现在广州塔 开灯光了 这下方又是一个山厂 看了没有 这下方的话有着很多美食 什么都有 其实的话这一带啊 也只是外地人比较喜欢 本地人的话都很少来 因为都看到腻了 而且的话这里啊 没有什么好玩的 那这里就是逛街 吃饭逛街 拍照没了 不过这里的话是很多打工人 都想来上班的一个场所吧 因为这里的话 聚集了广州很多一些 世界500千的公司 不过这里的工资 普遍都是 五六千七八千吧 也有过往的 看个人能力吧 但是普遍的工资都是大几千 外国人 外国人 一路的走上来发现外国人挺多的 看前方又是外国人 因为最近的话广州在举办这个广教会啊 这里有点准备 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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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有意思上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